你覺得這邊的大家不懂嗎 我覺得臺灣它的氛圍非常非常的好 有時候像我們這陣子我們都是遇到那個美女去做 然後我就想說我要從樹林搭車來到這邊學 真正入圍 而且還要換口子的真的有點不遠 可是當我想到團長他這麼堅韌不把 用那麼認真的對待每一個學員 還有每一個學員都到了 然後如果我只是一個小小的人我算什麼 所以我就毅然決然我一定要來 所以我現在到現在目前為止都沒有請過家 當然我要